Hello 大家好,我是Victor 带你一起发觉新山让人心动的新房子 如果你在找Rofo新山 Eskandar Malaysia这一带的豪华独立式洋房 你要低密度,环境优美 而且要价钱合理的Bungalow的话 那么今天我就要介绍你一款 超便宜,超级美的独立式洋房 Let's go! 今天我们来到了Setya Eco Garden 来带你看这一款Acero Bungalow House 超豪华的独立式洋房 这一款是限量版哦,只有15间 废话不多说,直接看房 这一款非常时尚,设计新银的Acero Bungalow House 它是55尺宽,90尺长 总共的土地面积接近5000平方尺 然后你一进来就看到它的车房非常的阔 这里它有采用非常特别的无柱子设计 所以你看这里的车房呢 你可以平停四辆豪华轿车完全不是问题 然后我们再来看前面 它的铁门也已经附送你这种折叠式的铁门 也配送你AutoGate 啊,发展商也是非常的精心设计这个东西 然后因为这一款是独立式洋房嘛 所以在你的屋子的前后左右 都会至少有10尺的空地 会是用作于你的户外的活动空间 然后这一款的设计呢 不管你从旁边还是从后面 都有大幅的sliding都可以直接触到你的户外空间 OK,现在我们就进来参观一下吧 所以这个Samsung的智能电子门搜也是附送了的啦 哇~~~ 一进来我简直真的是吓到我一跳 你看这里的客厅叻 它采用的是超高的天花设计 不只是双层的天花设计 就连它的采光也做得非常好 因为除了我们底楼 这里的这个大幅的sliding door 给你自然采光以外 就连它上面这个第二层 它也采用了大幅玻璃 给你非常非常好的采光 所以你的整个客厅都显得非常的明亮 还有自然的霸气啦 那么除了上面以外呢 下面你也看到它的地砖 都是给你800x800的大幅地砖 所以也显得非常的高尚霸气 而就在客厅的左侧 这里就有一间非常大的客房 所以这个客房呢 非常适合拿来招待你家里 行动不便的老人家 又或者是来你家做客的朋友 因为这个客房就在你屋子的前面 它有自己的独立厕所就在这里 它是它的独立厕所 而从这个房间呢 这里也有sliding door 可以直接触到外面的空地 而就在客厅的后面 这里就是我们非常非常大的饭厅空间 OK 你看到这里你完全可以做两个饭厅空间 而且这个饭厅呢 我也非常喜欢 为什么 因为它的饭厅的采光也是非常好 而且从这里呢 你也可以直接通到你外面的空地啦 所以你可以办两场body 在里面吃火锅 在外面BBQ 然后饭厅的隔壁这里呢 就是我们干厨房的空间 所以像它这样子 做一个island bar 然后这里也可以做 然后摆放你的烤箱啊烤炉啊这些东西 这个门的后面呢 就是我们的私厨房的空间 所以你看这个私厨房 非常的大 非常大的私厨房 而且从这里也可以 直接看到外面在玩耍的孩子 那么在私厨房这里呢 也是有一个store room 还有一个门 这个门呢 可以直接通到外面的yard area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yard area 所以这里可以摆放你的洗衣机 当然这里也是有一个佣人房 还有佣人房的厕所 那么介绍完的底楼 我们现在就上楼 但是在上楼之前呢 要介绍一下客厅的旁边这里呢 就有一个powder room 这是供客人用的一个浴室 然后我要重点介绍一下这里的楼梯 从楼梯一直上到二楼呢 这边采用的都是大片的solid timberwood flooring 所以走起路来非常的舒服 晚上也不怕再会冷脚啦 我们先上去吧 一上到二楼呢 我最喜欢的最amaze的就是这个风景 哇简直太美了吧 从这里看下去底楼 再看下这个外面的风景 真的是太美太美了 那么除了这个这么棒的风景以外呢 二楼这里也有一个中厅的空间 所以这个中厅的空间呢 就可以是你晚上休闲的时候 来这里看看书啊 看看电视啊 才去卧室就请 那么这一层呢 总共是有一间主人房 还有三间客房 这个bangoron呢总共是有五家一个房间 六家一个浴室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第一个客房 每一个客房呢都有非常良好的采光 也都配备自己的个人厕所 那么最后重头戏呢就让我们来看它的主人房嘛 那是在进入主人房之前呢 我顺便提一下 这一款独立四央方呢 它的总建筑面积呢是4648平方尺 一进入主人房呢 这里就有一个非常大的walk in wardrobe的空间 所以你的老婆肯定会非常非常喜欢 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主人房浴室 哇 你看它的主人房浴室也是非常的豪华 所以这里呢它也补充了你的浴缸 而且这整个独立四央房呢都已经为你配备了太阳的热水系统 所以你可以直接使用你的热水和冷水啦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主人房的卧室部分 你一定觉得这个卧室很小对不对 不是吼 这个是它的卧室的厅 OK 所以它主人房里面呢有一个这么小小的一个空间 可以拿来设计成你主人房的一个小厅这样子啦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看电视啊 玩游戏看书啊 又或者是把这边打造成你的gym room OK 那么这个地方呢 才是我们的主人房的卧室部分 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一款的主人房 是因为它的采光 你看超高的天花 超高的玻璃采光 非常非常的美 然后它也是有一个非常棒的阳台 Let's go 哇 这个就是它的主人房的阳台空间 所以它的阳台是个L shape的 除了前面以外 旁边也都会是你的阳台 所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呢 就是这个限量版的15间Bungalow Unit OK 非常非常的低密度 非常非常美 跟豪华时尚的设计 只有15间哦 这区除了低密度以外呢 这里的保安围里 也是有CCTV的监控 所以更加安全 Satia EcoGarden的综合性发展 要将这里打造成一个环境优美 生活机能舒适又便利的完美城镇 在这里有28英亩的Eco Green Park Complex 这个超大的公园又有非常非常多的设施 环境也非常宜人 在傍晚的时候呢 可以和家人来这里进行各种户外活动 加上这里也是双重保安的社区 让你买的安心 住的也放心 而外面就有两排的成熟店铺 这里有7-11 99 Speed Mart 幼儿园 华人咖啡厅 等等等等 在隔壁就是GP Mall 邮站 Mr.DIY 还有更多更多的店面 而地点方面呢 这里连接多条主要的高速公路 Skudai Pontian Highway Basegudan Highway Kotak Iskandar Highway 和Second Link Highway 从这里不管你要去Second Link CIQ Bukit Indah Eco Botanic Sunway Big Box Legoland 还是Pultry Harbor 都是20分钟以内的车程 可谓四通八达 在Skudai Eco Garden里面 就有培制华文小学 国际学校 Tambi International School 附近的Edual City 也有众多的国际学府公里选择 15分钟以内 也可以去到 Grand Eagles Martini Hospital 和Columbia Asia Hospital 怎么样 看了这一款超时尚 超豪华的独立式洋房 是不是很行动嘞 再加上 这款的价钱 你听了肯定也会大吃一惊 因为它是非常非常的划算 而且这么好的城镇规划 和这么优美的环境 你还在等什么呢 如果你再找这一代的独立式洋房的话 赶紧联系我来看房吧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记得帮我like comment share 我是Victor 我们下期见